我們講真的 我們不像國民黨這種會這樣子公開這樣罵 民進黨不是 民進黨在私下 在砍你的時候 你操家滅族都會 民進黨的黨員都要這麼怕 然後民進黨的黨公職 甚至是民代都要如此怕 蔡英文的恐怖統治太可怕了 或是蘇貞昌的恐怖統治太可怕 連黨員都嚇成這個樣子 何況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那更何況是 你說到 說出了大實話 我也挺擔心 那會不會哪天就被抄水錶 那麼再來一個我要講說 你看我要鼓勵新者不要怕 為什麼 我不會怕 因為你看 像蘇貞昌 對吧 就是民進黨內部在鬥蘇 或者很看不爽 蘇貞昌 不是 他一個人鬥全部的人 不是大家鬥他 他一個人鬥全部的人 所以現在大家在倒蘇的時候 就等你們倒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們要挺 靠誰呢 要靠接下來要去接蘇貞昌大位的人 比如說可能 像是鄭文燦 或者可能 像剛才講的 好有疑問 像那個什麼林佳龍 然後在新北市 都做得好 都做得好 蘇貞昌 好 不要打斷我了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除了監督蘇貞昌之外 因為蘇貞昌的爛 民進黨都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前面講的這些 他的阿利亞扎的這個事情 總而言之 就是他之所以去欺負跟辱罵 這些文官 要嘛是因為私院 要嘛是有派系之間的 不然就他自己的個性使然 我覺得這些文官都是幫老百姓做事的 不是你蘇貞昌的家僕 好 那麼蘇貞昌既然如此可惡 所以我們接下來關注誰 要關注接下來有可能會進入內閣的人 就面對蘇貞昌現在這些惡行惡狀 請問林佳龍怎麼看 請問鄭文燦怎麼看 關於疫苗的事情 關於本土疫苗 以及關於這些事情 關於萊豬這些事情 那你們未來要接大位的人 怎麼看呢 能不能現在每個人自己都在自己的直轄縣市 哇 好像挺好的啊 接受掌聲 掌握行政權 然後等到蔡英文反正之後下台啦 蘇貞昌下台啦 然後自己就爽爽接大位 好像老百姓的怨恨跟你們現在 一點關係都沒有切割得乾乾淨淨 沒有這回事情 因為你們現在就必須對民進黨當前的失敗 跟當前的施政的失職 你們要做出完全的表態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要逆爭昌啊 你不能夠像信哲一樣的說 我們就是悶在心裡 乾在心裡 你剛才心裡 那你還選什麼縣市長呢 我跟安理一樣就是講出來啦 你剛剛說其他的什麼 你剛剛說很怕的這些人 所以我鼓勵說這些 你講的那些很怕的人 不要怕 你們要勇敢的逆爭昌 尤其是未來要接大位的縣市首長 最看不慣的是什麼呢 你們明明自己有權利 你們是一方諸侯 或者你們打算競選諸侯 可是你們就看好戲 就等出爭昌亂啊 就等蘇貞昌亂搞 他亂搞之後 他下臺我接位 那請問 亂搞期間誰失敗 亂搞期間誰痛苦 人民最倒楣了 人民倒楣 結果人民的倒楣成為了 你們上位者的階梯 人民成為了你們的踏腳石 這就是政客可惡的地方嘛 所以希望辛哲 你能夠勇敢說出來很好 你不要像民進黨的那些 其他的那種無良的政客 剛才說的就是那些在位的 以及預備要接大位的 我們應該要把監督的目標 從蔡英文 蘇貞昌轉移 到賴清德 鄭文燦 林佳龍 林又昌 這些人全面監督